在匯控非正式股東會上 行政總裁歐志華承認 受到歐美債務問題影響 對匯控的股價感到失望 但強調公司的表現仍然被同行優勝 集團會繼續透過出售業務 保持資金的流動性 他又不認為將總部由倫敦搬回來香港 會有利股價的表現 而在架構重整方面 他希望本港員工今年維持在29,000人 而全球最終裁員人數 可能會比3萬人的目標少 香港風噴電視記者胡凱文報導